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欢瑞世纪艺人牌位,任嘉伦稳居一哥,张宇希无缘一姐,袁冰岩靠后 于正的公司欢宇影视公布了新一年的艺人牌位 由许凯,白鹿领衔,稳坐一哥,一姐的位置 而最近,欢瑞世纪也公布了最新的艺人牌位,其中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任嘉伦稳居一哥,诚意二哥 任嘉伦早年凭借锦衣之下等剧突然走红 打破了欢瑞世纪捧好几年没捧起来的尴尬境地 究其原因,就是剧本质量不行,还有欢瑞大礼包的影响 之后的任嘉伦发展顺风顺水,去年长安如故等剧的播出 让他的各方面维持着高位运行 没靠经纪公司走红,却还是经纪公司的签约艺人 想必任嘉伦自己也挺无奈 不过在公司的待遇不错,公司把他当成了金字招牌 是个挂名的一哥 实际上任嘉伦与欢瑞世纪根本没有那么亲密 只是趋于旗下而已 所以今年的牌位任嘉伦依然排在男演员第一 是名副其实的欢瑞一哥 至于任嘉伦想不想当,不想也没有办法 紧随其后的是二哥成毅 成毅太低调,支支到安安静静的拍戏 是欢瑞世纪最听话的当红艺人 去年与君哥的热播,让他短暂的高调一段时间 之后便又神隐了 好在热度高,粉丝连性强,成毅还是欢瑞世纪力捧的对象 只有他听从公司安排,没有出走的心 还有成毅对公司安排带新人也是来者不惧,正中公司的下怀 张宇希无缘一姐位置,袁冰岩排名落后 说到一姐,这是变动最大的一块 以往几年,杨子稳坐欢瑞世纪一姐的位置 如今杨子离开,长江后浪推前浪自然有人尚未当一姐 位置不可能空缺 这个人就是前妻签约的老人李小冉,资历深有代表作,直接空降当一姐 说服力绝对有,没有人会质疑她的能力 李小冉重新签约欢瑞世纪,公司高层废了不少的心思 因为急需一位可以和杨子媲美的女演员 这么一来,一直被欢瑞世纪力捧的张宇希则成为二姐 地位也还算不错,与李小冉是两个发展路线,谁也挨布着谁 张宇希自从被欢瑞世纪捧之后,争议就没有间断过 她是网红出身,哪怕现在转型做演员,一直的不到圈内认可 从她的通告就可以看出来,没什么质量好的资源,主流资源就更加谈不上 去年与君哥夜色暗永时播出,对她的影响很小,局面没有什么扭转 后续还有存货难封之我义,不知道可不可以翻盘 持续长时间的不翻身,估计欢瑞世纪也得考虑换人捧 作为欢瑞世纪自制爆款剧流离的女主角,袁冰岩可谓是曾经红极一时 可惜之后立刻陷入纠纷当中,资源没有立刻跟上,现在的人气夏华特别厉害 进而排名也跟着夏华,排在女演员的第四位,无缘前三甲 好在袁冰岩有绝地反击的资本,手里有好几部带播剧,包括落花时捷又逢君等等 今年不出意外都会上线,说不定就会像杨子一样,靠自己的本领重新带红大子 成为当红女演员重新得到欢瑞世纪的重用 具体的排名情况如下,任嘉伦,陈毅,张雨昕,李小冉,呈现四足鼎立的盛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